距离NBA先赛季开幕不到一个半月,火箭全队之前是到巴哈马,进行了一周的集训,效果也是非常不错,不仅让安东尼更新元,融入到火箭的体系当中,还要增加了队员之间的感情。 不过备受球迷关注的中国球员周琦并没有参加,但周琦在今天却空降两大利好消息。 据美国媒体The Athletic记者阿列克韩比亚尼的报道,新赛季火箭会让安东尼出任球队大前锋,出于这样的考虑,是因为安东尼防守一般,主打大前锋能够弥补他防守的不足。 另外安东尼这几年一直是打大前锋,这样可以发挥出他进攻端最大的威力。 而新元克里斯,将会成为安东尼的替补。 火箭大前锋位置人手充裕,反观中锋位置可用的人选就寥寥无几。 内内年慢36岁,还一直受到尖山的困扰,防守脚步和速度都大不如前。 基于这种情况火箭急需寻找到一年合适的替补中锋,而周琦就是最佳的人选。 亚运会上周琦的表现是相当惊艳。 不仅能够内线防守,封开对手的投篮,还能跑到三分线上投射。 更为重要的是周琦经过一年的训练,身体强壮的不少,完全可以承受NBA级别的对抗。 并且莫雷对周琦的表现也是称赞不已。 综合这些因素,新赛季周琦将担任火箭的首席替补中锋。 如今机会已经摆在周琦面前,就看大魔王能不能抓住,只要能够把我上场时间打出最佳表现,就会得到火箭主教练德安东尼的信任。 而新赛季进入火箭正常轮转也不再是梦想。